回溯46億年前 地球原本是一堆分散的小行星 因为重力的关系互相吸引 形成了一个球体 原始的地球只是一颗干枯的滚烫火球 水无法以液态存在 而是藏在炽热的岩浆中 科学家认为高温的地表 一开始没有办法保存很多的水 因此他们推测 是坠落的陨石和彗星 从太空中带来水分 而到了38亿年前 在冷却后的地球上 水分开始凝结 于是就诞生了海洋 直到今天 海洋因为地球的自转 风吹 温差和延度差 造成了对流现象 而形成了巨大的水流循环 这就是洋流 更简单的说 如果把辽阔的海洋 比喻成一个一望无际的平原 那洋流就是一条畅行无阻的高速公路 它将冷水带到赤道 再将热水带回两极 平衡地球各地的温差 洋流系统让地球的气候稳定 适合人类居住 但是如果仔细看洋流的路线 一定会发现 为什么 北上的暖流会偏向东北 而南下的寒流会朝向西南呢 这是因为科氏力所造成的 科氏力就是因为地球自转 而使物体偏向的力 中文字幕连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发现 我们下期再见 小时候 再说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